又有人说呢 有看到了幽浮这个不明飞行物了 而且是好几百人都说同时看到 这个是发生在俄罗斯南方的 卡尔梅克共和国 那么他们就讲说 就是这个光 就是这个光 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幽浮呢 甚至还有当地的前总统都公开的讲 说他自己曾经有跟外星人 直接接触的经验 画面上这个高卦在半空中 看来像是会心的光点 就是卡尔梅克居民对外宣称的 幽浮见证 位于利海边境的卡尔梅克共和国 全国只有30万人 以蒙古族后裔居多的卡尔梅克 是欧洲唯一信奉藏传佛教的国家 在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邦连各国中 原本就比其他共和国多了些神秘色彩 过去17年一直是当地民选总统的齐桑 直到今年9月 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才被普丁指派的人选取代 今年4月 现年48岁的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曾公开表示 早在1997年 他就已经有过与外星人的第三类接触 I was taken by my apartment in Moscow to the spaceship they are like people like ours they have the same mind the same vision and so on 我跟他們聊了 我明白我們在這老世界並不單獨 我們並不單獨 當時這段自白還引起克里姆林宮不曉騷動 認為這位擔任窮國領導的富豪根本就是Tokopanki 除了卡爾梅克之外 最近在莫斯科和南美洲的智利 也都有人拍下了宣稱是幽浮現行的影像 但這些所謂的不思議現象 看在科學界眼裡 其實都可以找到背後的合理解釋 所以說到後來還是信不信有你咯 中心們小秋情報道